大家好 前面的课程我们已经学行了 从ES2015到ES2020 这些版本当中ES所提出的每一个新特性 并且我们也对比了这些新特性 如果在ES5里面应该如何去实现 而且也详细讲解了 每一个新特性它的应用场景都是怎么样的 但是我们知道 其实在我们自己开发项目的时候 或者说我们在公司里面去参与一些 公司级别的项目的开发的时候 很多情况下我们都是在框架下面去实现的 我们知道目前其实国内来说 主流的两种框架是view和react 对吧 其实什么是框架呢 我们就可以把理解成 我们想实现某一个需求 或者说要完成某一个项目的时候 我们可以把理解成这个项目呢 是在盖一个房子 我们可以通过view这种方式去盖这个房子 当然我们也可以用react的方式去盖这个房子 但是不管采用哪种方式去盖这个房子的话 我们是不是都需要用到基本的元素 就是一个砖头对吧 大家就可以把这个ES这些语法 理解成是这样的砖头 不管你用view也好 react也好 或者unl也好 等等的各种这样的技术也好 我们都需要使用ES的语法 去构建我们整个的需求 去完成我们这样一个项目 所以呢 这一章我们会一起来学习 如何在框架当中 去使用我们的新特性 我们呢 选择个view这样一个框架 当然建议大家在学习 这一章内容之前啊 最好能够有一些view的基础知识 这样的话呢 这一章学习起来 效果会更好 当然如果你说 我现在还没有时间去学习view 那也没有关系 在我们这一章用到哪个语法呢 我也会给大家去讲一下 大家呢 应该也能听得懂 但是我们要注意 这一章的重点 并不是在于给大家讲view的语法 大家呢 应该是把重点放在 如何在view的这样一个框架当中 去应用我们ES这些新特性 要实现我们的一些功能 所以呢 这一章我们一起来学习 ES的新特性 如何在view的实战当中 去发挥它强大的作用 我们能够很清楚的看到 当我们使用ES这些新特性 去实现这些功能的时候 我们会发现 整个代码更加的简洁 而且呢 在实现某些功能的时候 它呢 也更加的强大 那我们开始吧 我们这一章使用的开发环境呢 是基于view CLI 这样一个脚手架 构建我们的项目的 那什么是脚手架呢 相当于是 它自动能够构建出一个 可以直接开发view的这样一个环境 这个环境呢 是基于LivePack 这个打拨工具 进行构建的 然后呢 我们可以直接在这个环境当中 比如说集成一些 我们想要的功能 比方说 我们前面说过 对于ES新的特性啊 很多浏览器并不认识 对吧 所以说 我们需要通过Bible 把它转化成浏览器 能够识别的语法 在我们的view CLI当中 其实已经集成了Bible 这样的功能 另外呢 比如说 对于代码检查 它也集成了ESLink 这种语法检查的工具 还比如说 比方说 如果我们的项目当中 假设如果想用到 TypeScript TS的话 我们呢 也可以通过 这种插件的方式呢 把它安装进去 都可以 所以说 其实view CLI 是基于view的一个 非常强大的交手架 一般公司 如果在开发view的时候 很多呀 也都选用的是view CLI 这样一个交手架 去构建项目 所以呢 这一张 我们讲的项目呢 也是基于view CLI 这样一个交手架 来构建的 那既然我们想使用 这个交手架呀 那首先我们应该 电脑中去安装 这样一个交手架 大家看我们的安装命令 为大家写了 分为Windows和Mac 我们看一下安装命令 NPM 这个我们学过 它是不是叫做 Node的包管理工具 对吧 那既然我们要使用NPM 去安装我们的项目的话 那么我们电脑里面 是不是一定要 事先安装好一个 Node的环境 对吧 当然 大家如果已经看到 这一张了 相信大家电脑里面 已经安装好了 这样一个Node的环境 然后呢 Install是安装 Node 杠击全局安装 前面我们介绍过 如果使用杠击全局安装的话 那么对于Mac电脑 这边是不是需要加一个速度 相当于是 要使用管理员权限 进行安装 对吧 然后我们要安装什么呢 安装的包的名称 叫做 at view 斜杠 cli ok 后面这个 at 4.3.1 这是什么意思 其实后面这个 at 4.3.1 是可以不写的 当我们不写 后面这个标红 这段的时候 相当于是 它会自动的安装 当前 view cli 交付架 对应的最新版本 其实目前 在我讲课这一天 对应的 viewcli 最新版本 就是 4.3.1 这个版本 那为什么我这边 还要at 固定版本号呢 当我们如果at 某个版本号的时候 相当于是 它就固定好了 只安装 对应的 这样一个版本号 为什么要这样啊 因为其实 交手架 更新的很快 它可能几天 或者是一两个月呢 就要更新一些版本 如果大家 比如说 当看到这个视频的时候 可能对应的 viewcli的版本呢 已经不是 当前我这个版本 如果跟我这个版本 不一样的话 那么 cli 所对应的 文件的结构 或者文件的目 可能会跟我下面的课程当中 要讲的结构 可能会不一样 那这样的话呢 如果说你对viewcli 或者对view 你很熟悉 那没有关系啊 你就可以用最新的版本 如果有位同学呢 可能目前对viewcli 或者对view呢 不是很熟悉 如果你换了一个环境 大家可能跟我视频 对不上的时候呢 就找不到对应的文件了 所以建议大家 在安装viewcli的时候 都at4.3.1 跟我去使用 同样一个版本的viewcli 这样的话 你的文件结构 就会跟我后面的课程当中 讲的文件结构 是完全一样的 但这里面还要再强调一点 虽然可能viewcli更新 但是不管怎么样更新 大家觉得 这个view交手架的更新 会影响我们 ES语法的使用吗 很显然 不会 对吧 所以说 不管你的viewcli 升级到什么样的版本 或者说 你使用react也好 或者是react对应交手架也好 对应的ES语法 都不会改变 对吧 这才是我们的重点 所以呢 我建议大家 安装的时候 也跟我一样 去at对应的版本号 就可以了 那接下来呢 我们来安装一下 首先呢 我们应该打开电脑的终端啊 大注意 如果你是mac电脑的话 叫做终端 或者说 如果你不想使用mac电脑自在终端的话 你也可以使用我这个 叫做item 也可以啊 它是终端的意思 如果对于windows电脑的话 你需要按住键盘上面的windows键 然后按r 这样呢 当你输入cmd 然后敲回车的时候 是不是也能打开一个这样的黑屏的一个命令行工具 对吧 都是一样的啊 因为我当前是苹果电脑 mac电脑 所以说 我要使用管理员权限 前面需要加一个速度 如果你是windows电脑的话呢 就不需要加速度 OK npm 当然刚才我说过 我们电脑如果使用npm的话 事先是不是应该具有npm的环境啊 我们看 怎么解决node的环境 大家还记得吗 什么node的空格杠 小写的V 回车 说明我当前电脑里面 已经具有了node的环境 而且版本号是12.16.1 对吧 OK 当然npm 是不是也能够查看他的版本号 这都没有问题啊 然后呢 我们输入速度npm install 其实install你可以简写成i啊 因为node的现在新版本 只是用简写方式 你可以直接写成npmi 也可以啊 就不用写这么长了 然后呢 -g at view 斜杆 cli 我们固定好版本 at 4.3.1 这个版本 然后回车 这时候呢 需要输入我电脑的密码 当然输入的时候 它并不是明文的 所以说这边没有变化 回车 说完成以后回车就可以了啊 这时候就在联网安装 大家记得吗 我们在课程前面啊 我们安装过一个叫做 对于npm镜像源的一个管理工具 叫做nrm 大家记得吗 我们是不是可以用nrm 很方便的去切换 当前我们电脑当中 所对应的这样的npm的镜像源 对吧 一会儿其实我们可以看一下 当前我用镜像源 应该对应的是一个淘宝的镜像源 然后呢 我们只要等待它安装成功就可以了 其实我在家里面录课啊 家里面的网速比较慢 所以呢 你会发现当前安装的这个效率不是很高啊 OK 那什么情况下算是安装成功呢 当你看到已经更新了某些个包 然后呢 在某个时间的时候 只要出现一个时间 就说明我们当天安装完成了 大家往前看一看 看哪呢 首先去找当前你输入安装命令这一块 和时间中间这段日志 你只要看到没有arrow就可以 红色的arrow是有错误的啊 如果有错误怎么办 其实我这天早之前已经安装过这个叫做价啊 但如果第三种 比如说你当时的错误没有关系 首先你去检查你的命令是否有输入错误 只要你确定你的命令没有输入错误 那么有可能是当前网络情况不好 对吧 你重新的安装一次就可以了 我这个边安装也没有问题 我清一下屏啊 叫做clear Mac那叫做clear Windows那叫做cls 也不太一样啊 我清一下屏 刚才我们是不是讲到叫做nrm 对吧 大家看看ls 查看一下 我目前用的是不是这个淘宝电像源 对吧 这怎么再多说一句啊 我们当前用的node版本是不是12.16.1 刚才我们看过 有同学可能会到这样的问题啊 比方说 他电脑里面啊 可能有一些公司项目 公司项目在开发时候呢 使用的node版本 可能是12级的版本 我的意思是 可能跟我目前最新的版本不一样 那怎么办呢 他就不敢随意的说 把电脑里面的node版本 去升级到12这个版本 那这样的话 可能对于之前10的版本 做开发项目 是不是可能会运行有问题 对吧 那怎么办呢 再给大家推荐一个工具啊 叫做nvm 大家看我输入nvmrs 因为我电脑里面 已经事先安装好nvm 大家看一下什么叫nvm 出车 能够看到 我电脑里面 其实安装了两个版本 对应的node环境 一个是10.120 一个是12.16.1 当前你电脑当中 对应弄的版本的 如何安装呢 我这边就不掩饰了 大家可以直接就搜索 里面上面 直接摆逗一下 就能够找到对应的结果 然后呢 我再清一下屏 刚才我们已经安装好 VueCY 对不对 那如何去验证 当前我们VueCY 是否有真的安装成功呢 大家注意 输入 view 空格 杠 大写的V 注意 大写的V哦 回车 如果能顺利的输出 VueCY 以及对应的版本号 就说明 当前电脑里面 已经安装好了 VueCY 这样一个环境 另外还有个命令 可以说Vue 空格 杠杠 注意是两个横杠 Worrent 这单词是不是版本的意思 回车 其实是一样的 只要输出版本号 就说明当前是 安装成功的 再注意 这边是一个横杠 大V 基本上是两个横杠 Worrent OK 然后大家看 安装完成 只要中端输入 这个或者是 这样一个命令 输出版本号 就说明是 安装成功的 再次强调 当前我的课程里面 使用的VueCY 的版本是 4.3.1 这个版本 当我们在电脑里面 已经安装好 Vue交流架 这样一个环境以后 我们是不是需要去 初始化我们的项目 对吧 所以说 接下来我们看一下 如何去初始化我们的项目 我们直接可以 用Vue Create这个命令 去初始化我们的项目 这个红色的 就表示当前 你项目的名称 这个名称 大家可以任意一起 大家看 比如说我当前 我想在桌面上面 创建一个项目 那我们就 CD到桌面上 Let's talk CD就是进入的意思 大家看 这时候的命令 是不是在桌面上 对吧 然后我们通过Vue Create 去创建我们的项目 比如说我们的项目 就叫做 imoke-es-6 出车 大家看 这个时候 是不是让我们去选择 对应的配置 怎么选择 Use Arow Piece 是不是用箭头选择 大家注意 这时候我们键盘上面的 上或者下的时候 你们发现 这个箭头会随之变化 对吧 当我们想选择哪一个 只要按回车 就可以选中对应的选项 相当于是 对于这个交流架 我们可以个性化的 去选择对应的配置 第一个是默认的 第二个相当于是 我们可以自己去配置 我们项目当中 选择第二个 大家键盘按下 选中第二个 然后按回车 这时候他在问你 下面这些功能 哪一个 你在项目当中会用上 你用哪一个 就需要安装哪个 大家也是按键盘的上下 就可以控制 当前箭头的 选中哪一个 我们这里面 只需要选中 Router就可以 因为其他功能 在我们目前这个项目当中 暂时还用不上 选中那一个 大家按空格 就可以把它选中 前面变成绿色的 比方选中 然后其他的也不选 这时候我们按回车 然后他问你 因为刚才我们 选过一个叫做Router 对吧 Router叫做路由的意思 一会儿会讲解 路由的作用是什么 他问你 当前这个Router 等路由 你是否使用History 这样一个Mode 这样一个模式 这是一个默认模式 我们就选择Y Yes 回车 接下来他问你说 当前ESLint 你是怎样选择一个配置 大家看 我们就选择 第三个 这次是一个标准配置 然后回车 在下面他问你说 当前什么时候检查 我们就选择 unseal 保存的时候 去检查 回车 这时候他问你说 当前这个Bible的配置 或者ESLint的配置 你是 每一个配置 是单独的文件 还是说你统一的 放在package这层里面 我们就选择第一个 就可以 回车 这时候他问你的是 前面那些配置 你是否要把它保存下来 为以后的一些项目 去使用呢 我们这边不需要 所以说就用n no的意思 求回车 接下来大家看 他是不是在根据我们 个性化的这样一个 配置的选项 去构建当前我们的项目 对吧 当然 这时候他是不是也在 去安装这些 另外的包 正好安装的时候 我给大家说一下 刚才我们选的 那个ViewRooter 到底是干什么用的 其实 ViewCLS构建的项目 都叫做单页面的应用程序 叫做SPA SPAR 什么叫SPAR呢 当然不是说 女孩我说 我去做个SPAR吧 做个脸 不是这个意思 开玩笑 SPAR叫做 SinglePageApplication 叫做单页面的应用 其实说白一点 什么叫做单页面应用 相当于在我们的项目当中 只有一个 而且面文件 那这样的话 页面间切换怎么办呢 它其实就是通过 刚才我们选择那样一个 ViewRooter 目由 进行切换的 大家想想什么镶固油 我们家里面 是不是有镶固油器 对吧 如果我们的电脑 连接镶固油器 然后我是不是就能上网 它是不是给予一个 转发的功能 对吧 其实ViewRooter 镶固油 就是做这个用的 那既然是单页面的 当我们切换 对应的页面的时候 它怎么切换 其实切换的是组件 不同路径 对应 不同组件 这个对应的关系 就是通过 刚才我们选择 那个ViewRooter 进行配置 OK 大家应该有一定的了解吧 后面的项目当中 我还会给大家去演示 如何去使用 就是大家看 我们这边是不是显示出 已经成功的 创建了 这样一个项目 就说明 当前我们的项目 是安装成功的 大家看这边 是不是也没有任何错误 对吧 OK CD 是不是进入到 我们的项目里面 然后接下来通过 npm run 45 去启动我们的项目 对吧 当然这个命令 我在我这边也写 CD 后面这个名称 指的就是 你前面创建的 这样一个项目名称 然后大家可以直接在当前终端 去进入或者运行 也可以把我这个项目 直接通过咱们的VSCode 把它打开 也可以 因为我们前面说过 VSCode 是不是也内置了 终端这样的功能 对吧 打开以后 大家可以用快捷键 按住Ctrl 然后按播放线 这时候就能打开 我们的VSCode 自在这个终端 因为你在这里面 打开终端的时候 它其实直接 就在当前这个项目里面 你就不需要再去给它CD 什么的 就不需要了 我们直接NPen RunServ 不撤 这时候相当于是 启动当前我们这样一个 VSCode 交手架所构建的 这样一个项目 大家看 这边就是个进度 当前我们项目 正运行在 Googlehost 8080 这个地址 然后我们只要在 浏览器里面 打开这个地址 就能够看到 当前我们这个项目 如果你能够顺利的看到 这样一个界面 Welcome to your Vue.js App 就说明当前我们的项目 已经成功的创建 OK 如果说当前你看不到 这个页面 那么你就重新的 创建一下项目 就可以 然后我们再看一下 因为当前我们下面 基于Vue去开发的 我们使用的开发工具 还是我们当前 这样一个VSCode 我给大家推荐 两个VSCode 关于Vue的 常见的插件 大家看我们的PPT 我们会用到两个插件 一个叫做 VETUR 它相当于是 对于Vue的一个插件 有这个插件以后 我们在开发布的时候 插件效率会提高很多 第二个插件 是基于ESLint的 因为在我们当前 这个交手架里面 我们其实已经选择了 ESLint 这样的代码检查工具 如果我们安装 这个插件 其实在保存的时候 它能够自动的 格式化成 ESLint 所以就用的格式 这样的话 开发效率 也会提高很多 那如何安装这个插件 大家看 在我们的VSCode的左边 当然如果大家 用的是VSCode里面 没有安装很多插件 你左边菜单 可能不像我这么多 因为我这边 是安装一些插件的 但不管怎么样 你一定会有 这样一个图标 就是四个小方块 叫做扩展 点开以后 就能够看到 当前你已经安装的扩展 然后大家可以在这边搜索 比如搜索 VETUR 第一个其实就是 因为我电脑里面 已经安装了 当前这个插件 所以说这边没有按钮 大家如果第一次 上海没安装的时候 这边会有一个 安装的按钮 你只需要点击 这个安装按钮 就可以安装这个插件 OK 这是一个 另外一个是 ESLint 这个图标 是这样一个颜色的图标 因为我也安装过 所以说这边 也没有安装按钮 大家只需要点击安装 就可以了 这两个插件 在项目当中 非常常用 接下来我们介绍一下 VIOCI这个交友架 里面的一些 预行机制 到底是怎么样的 也就是说 我们如何看到了 当前这个页面 它的过程是怎样的 大家跟住 尤其是如果你目前 没有VIO基础 或者说 目前还暂时 没有说使用过 VIOCI这个交友架的话 那么大家一定要跟住 大家可以看 我前面说过 当前项目 是不是一个 单页面的应用程序 你就可以列成 它只有一个RT毛 中间当页面切换的时候 其实都是通过 GS去切换的 怎么切换的呢 大家看 当我点击home的时候 这边是不是显生这个样子 当我点击about 显生这个样子 对吧 大家仔细注意 上面这样一个 URL的地址 当我点击home的时候 8080后面 是不是什么也没有 它其实相当于是一个 斜杠 就是一个默认地址 所以当你挑斜杠的时候 回车 你看斜杠虽然不显示 但相当于是一个 斜杠的 这样一个默认地址 当我点击about的时候 大家注意 这边是不是斜杠about 这边会显示出 this is an about page 这样是一个关于的页面 然后我们看一下 在代码当中 它到底对应的是 哪一部分代码 大家跟注 大家看 SRC其实就是我们当前 项目的一个 原代码的位置 我们代码需要写在 SRC的文件夹下面 注意 这下面我叫做 router的文件夹 下面我叫做 index.gs的文件 我们前面在选择 安装我们交价的时候 是不是特意选择了router 这样一个插件 对吧 它的作用 其实就是用于控制 当前view项目的 路由的一个切换的 叫做viewrouter 大家看 path指的是不是 升红禁 刚才我们说 斜杠它对应的页面 是不是对应的是 当前这样一个页面 对吧 那对应是哪个页面呢 大家再看 path指的升红禁 然后component 这个单词叫做 组件的意思 你看它path 选择哪个组件 选择的是home组件 那home在哪呢 大家可以看 importhomefrom 这个地址 这个语法应该很熟悉吧 这个我们是不是在 es6的模块化那一节 详细讲过 其实这个 是不是就是es的新特性了 对吧 如果你没学过es新特性的话 这代码呢 可能也看不懂 现在呢 大家一定觉得很熟悉 对不对 大家看 相当于是 我们在引入 这个地址这个文件的时候呢 给它起个名字 叫做home 然后把home呢 放在这个地方 对吧 我们也去看一下 DataGang 是不是当前文件夹的上一集 views文件夹 大家看views文件夹 下面我叫做home.view的这样的文件 然后找到home.view 这样一个文件 然后呢 其实是这样的 大家可以看啊 我们当前viewsrl所固定的这个项目 其实每个页面 对用的文件 都是以.vue结尾的 .vue结尾的文件 一共包括三个部分 第一个部分 Template 它相当于是我们的 LTML的代码 还有一部分是 Script 它相当于是我们的 GS代码 在下面呢 其实还可以有个style 只不过它这个没写啊 什么样style呢 在后面先不要啊 什么叫style呢 其实相当于是 样式的部分 也就是说 整个一个.we文件 包括 HM的部分 包括GS的部分 还包括一个 CSS 样式的部分 懂了吗 然后大家再看啊 它.home的页面 是不是首先有个 image一个标签 对吧 对应的是不是logo.png这个图片 我们看啊 logo.png图片 在assist里面 我们找到assist logo.png 是不是就是view这样一个图标 也就是当前页面上 这样一个图标 我们可以试一下 是不是藏 回到home 我们把image那句话 给它注释掉 保存 它会自动刷新的 咱们这边图标是不是没有了 看懂了吧 就是它 然后再往下 有个叫做HankoWord 我们再找 importHankoWord from这个 大家没有发现 这个又是ES的新特性 模块导入吗 对吧 导入的谁 是不是components 下面的HankoWord 在voe 这样一个文件 at 表示的是 SRC文件夹 注意 at 相当于是SRC文件夹 的一个别名 或者小名 as part default 也是ES新特性 对不对 我们再看 components 对应的是一个对象 大家没发现 对象后面有一个HankoWord 其实 这个也是ES新特性 大家记得吗 我们在讲ES新特性 关于对象扩展的时候 讲过 如果当前 key和value的值 是一样的 那么 我们是不是只要写一个 就可以 对吧 就是对象的扩展里面 讲的一种解写方式 我们是不是也能看懂 然后我们找到HankoWord 是在components HankoWord.voe components HankoWord.voe 大家看 这一段代码 其实指的就是 当前我们页面上的 页面上 这段代码 我们可以试一下 我们可以试一下 大家看这边 是不是有个P标签 然后呢 有个forguide 什么一段话 对吧 我们可以把这个P标签 比如说我们也给它 注释掉 保存 这个文件 我们也保存 然后大家看 那句话是不是没有 说明对应的就是它 对吧 然后呢 我们再回到我们的router inx.gse文件 大家再看 pass 是不是物件 斜杠about 它对应的component是谁 对应的是不是 views下面的 about.voe 这个文件 我们找到about.voe 大家看 是不是就这句话 this is an about page 比如说我们修改一下 比如说 这是关于 页面 保存 大家看我们这边 点击about 是不是就变成我们这句话 所以大家注意 什么叫做单页面的 也就是 这边的污游地址 跟我们的组件 它们是不是 不是相对应的 当路由发生变化的时候 显示就是它 所对应的 这样一个组件 那这些东西 都是在哪配置的呢 是不是都是 在我们前面 选的那个 viewrouter 这个文件里面 进行配置 所以说 对于这个整个的 一个流程呢 大家一定需要了解 就了解这些东西以后 我们后面的课程呢 才能更好去理解它 OK 这就是这节课呢 当前我们的一个项目的环境的一个构建 当然大家呢 课后如果你没有说 viewcli这个基础的话 你一定要把刚才 我讲的这样一个过程 去认真地看一遍 另外呢 大家可以看一下手册 比如说 打开百度 大家可以搜索 viewcli 出车 然后呢 这里面的第一个 就是它的观光网站啊 右上角可以选择语言 比如说我们选择点击中文 这边呢 点击起步 我们就能够看到 viewcli应该怎么去安装 这个刚才我们都讲过对吧 viewcreate 然后项目名称 关于它如何配置 在这里面呢 都有详细的说明 大家课后呢 也可以去看一下 然后呢 从下一个开始 我们会基于当前这样一个环境 去讲解 如何在这样一个view的 实在项目当中 去应用我们ES的新特性 那我们下期会再见 大家加油吧